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切到发布会的现场 女士们 先生们 上午好 欢迎大家出席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 201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的司长 新闻发言人盛来韵先生 请他向大家介绍有关情况 并回答大家的提问 下面就先请盛莱运先生做介绍 谢谢主持 各位媒体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很高兴我们又见面 按照惯例我先向大家发布上半年 国民经济运行的主要指标数据 然后回答大家的问题 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 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 上半年面对错重复杂的国内外形势 和持续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 各地区 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五大发展理念 在试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 加快推进 共几次结构性改革 大力推动大众创业 稳中创新 国民经济运行 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 初步核散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34万0637亿元 按可皮价格计算 同比增长6.7% 分季度看 一季度同比增长6.7% 二季度同比增长6.7% 分产业看 第一产业增加值 22,097亿元 同比增长3.1% 第二产业增加值 134,250亿元 增长6.1% 第三产业增加值 184,290亿元 增长7.5% 从环比看 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增长1.8% 一 农业生产基本稳定 夏粮产量 若有减少 全国夏粮总产量 13,926万吨 比夏粮减少 162万吨 下降1.2% 夏粮总产量 越低于最高年份的2015年 为历史第二高产年 上半年 猪牛羊禽肉产量 3853万吨 通比下降1.3% 其中猪肉产量 2473万吨 下降3.9% 生猪成蓝 4023万头 通比减少3.7% 生猪初蓝 31959万吨 通比下降4.4% 二 工业生产 稳中略升 盈利状况 有所改善 上半年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按可比价格计算 同比增长6% 增速比一季度 加快0.2个百分点 分三大门内看 采矿业增加值 增长0.1% 制造业增长6.9% 电力 热力 染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2.6% 工业结构继续优化 上半年 高技术规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 通比分别增长 10.2%和8.1% 增速分别比 硅上工业快 4.2和2.1个百分点 占硅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 分别为12.1%和32.6% 比上年同期 提高0.7和1.2个百分点 6月份 硅上工业增加值 通比增长6.2% 毫安比增长0.47% 上半年 硅上工业企业产销率 达到97.3% 规模 工业上企业出口交货值 55,117亿元 通比下降0.7% 1至5月份 穿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益 运总额23,816亿元 同比增长6.4% 3.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 商品方代售面积减少 上半年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258,360亿元 同比0亿增长9% 客户价格实际增长11% 增速比一季豆回落1.7个百分点 其中 国有控股投资增长23.5% 民间投资增长2.8% 分产业看 第一产业投资 通比增长21.1% 第二产业投资 增长4.4% 第三产业投资增长41.7% 其中基础设施投资 49,085亿元 增长20.9% 从到位资金情况看 上半年到位资金 282443亿元 同比增长8% 上半年 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 24202亿元 同比增长25.1% 从环比看 六月份固定地产投资增长0.45% 上半年 全国方地产开发投资 46631亿元 同比民意增长6.1% 客户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 增速比一季豆回落0.1个百分点 其中 住宅投资增长5.6% 房屋新开工面积 七万七千五百三十七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14.9% 其中 聚在新开工面积增长14% 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 六万四千三百六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27.9% 其中 住宅面积增长28.6% 全国商品房销售金额 四万八千六百八十二亿元 同比增长42.1% 其中 住宅销售增长44.4% 房地产开发企业 投机购置面积 同比下降 百分之三 六月末 商品房代售面积 七万一千四百一十六万平方米 比三月末减少 两千一百万平方米 比五月末减少 七百五十三万平方米 上半年 房地产开发企业 到位资金 六万八千一百三十五亿元 同比增长 百分之十五点六 四 市场销售平稳增长 网上零售增长较快 上半年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十五万六千一百三十八亿元 同比 民意增长百分之十点三 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百分之九点七 增数 于一季豆持平 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总额 增长百分之七点五 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 城镇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百分之十点二 乡村增长百分之十一 按消费类型分 餐饮收入通比增长百分之十一点二 商品零售增长百分之十点二 其中限额以上商品零售总额增长百分之七点六 六月份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通比民意增长百分之十点六 环比扣去价格因素实际增长百分之十点三 环比增长百分之十点九二 上半年穿过网上零售额 两万两千三百六十七亿元 同比增长百分之十八点二 其中 失误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百分之十六点六 占社会消费总额的比重为百分之十一点六 第五 进出口降幅收窄 以百贸易比重上升 第六 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 工业品价格通比降幅收窄 因为这两个部分数据分别已经发布了 所以我不再重复发布 第七 居民收入稳定增长 农民工收入继续增加 上半年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一万一千八百八十六元 通比民意增长百分之八点七 扣取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百分之六点五 按长距地分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一万六千九百五十七元 通比民意增长百分之八 扣取价格因素实际增长百分之五点八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六千零五十元 通比民意增长百分之八点九 科学价格因素实际增长百分之六点七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倍差为二点八 比上涨同期缩小零点零三 全国人民可支配收入 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 一万零五百零五元 通比民意增长百分之八点三 二级豆沫 农村外区务工劳动力总量 一万七千五百零九万人 通比增加七十三万人 增长百分之零点四 外区务工劳动力 月均收入三千两百零二元 通比增长百分之六点七 第八 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供给社结构性改革取得进展 产业结构继续优化 上半年第三产业增加值 占锅内总产值的比重为 百分之五十四点一 比上涨同期提高1.8个百分点 高于二产四四点七个百分点 需求结构进一步改善 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 对锅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力 为百分之七十三点四 比上涨同期提高四三点二个百分点 中西部地区后发优势继续发挥 上半年 中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分别增长7.3和7.2 快于东部地区0.9和0.8个百分点 中西部地区固定上投资 同比分别增长12.8%和13.5% 快于东部地区1.8和2.5个百分点 接人降号继续取得新进展 上半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能耗同比下降5.2% 三区一降一补成效出现 上半年原煤出钢产量通比分别下降 7.9和1.1% 工业企业和商品房库程趋势积极变化 5月末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生平过程 通比下降1.1% 3至6月 商品房代售面积连续四个月减少 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及成本均有效下降 5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6.8% 比商店同期下降0.5个百分点 1至5月份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 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 比商店同期减少0.22元 不约领域投资增长较快 上半年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信息全需远见和信息继续服务业 投资通比分别增长26.7%和22.5% 分别快与全部投资17.7%和13.5% 总的来看 今年以来 在改革创新深入推进 和宏观政策效应不但释放的共同作用下 国民经济保持了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 稳中友好的发展态势 为完成全年经济目标 奠定了较好基础 但也要看到 国内外环境依然复杂严峻 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 下一步 要坚决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 坚定信心 主动作为 坚持稳重秋进的工作总基调 试图扩大总需求 坚定不移 对推进供给车结构性改革 培育新的经济结构 强化新的发展动能 促进国民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 以上是我发布的 上半年的主要指标的 一些运行情况 下面很乐意回答大家的问题 好 谢谢盛莱运先生的介绍 今天现场有很多外国记者朋友 所以为了帮助大家 更好的了解情况 我们安排了全程的同传翻译 下面请大家提问 提问前还是通报一下 所在的新闻机构 请提问 好 请第三排这位男记者提问 谢谢主持人 我是中央电视台记者 我们刚才看到 二季度的GDP增速 还是6.7 和一季度持平 我们想问 这是否意味着 中国的经济已经出现了走稳 或者是说 这已经是L型走势的那个底 另外我们想问问 对于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中 出现的一些新的变化 发言人如何来看 谢谢 谢谢你提问 关于上半年经济运行的情况 我们总的一个判断就是 继续保持了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主要指标运行平稳 符合预期 也符合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 发展规律 具体的来讲 我想用五个字 这是稳 进 新 好 难 这五个字 来概括上半年的 经济运行的一些主要特点 稳主要是指经济运行平稳 这是稳的态势在持续 从刚才我发布的数据来看 首先是增长是比较稳的 一季度和二季度 GDP增长率都是6.7% 呈现去阶段性期稳的 这样一个态势 虽然是上半年增长6.7% 比去年同期有所回落 去年上半年是7% 回落了1.3% 但是我也计算了一下 就是上半年的6.7% 所畅畅的GDP的增量 如果按1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话 反而比去年上半年 多增到230亿元人民币 这是还是 一年年不变价格所计算的 所以看去就是说 中国的经济 是在稳定增长的 第二稳呢 我觉得是就业比较稳 从人社部的调查的设计来看 是上半年新增就业是717万人 完成全年计划盟标的 7%是1.7 我们内部的一个调查实验率设计 是全国大城市的调查实验率 基本上稳定在5.2%左右 31个大城市调查实验率 在5%左右 总体上是比较稳定的 物价形势也比较稳 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2.1 于一季度是持平的 6月份是 CPI指数是1.9% 所以我们把这个 能源和食品的这些价格影响 扣除以后的核心CPI指数 最近几个季度 我发现基本上都在1.5到1.6 这样一个去小湖波动 还有一个稳 我觉得是 就是说收入和消费增长是比较稳定的 居民收入是 上半年增长6.5% 一季度也是6.5% 扣除物价以后 这个是基本持平的 另外就是 社会商品利息总额 上半年是增长10.3% 这个跟一季度基本也是持平的 所以从这些指标看来 我们是总的判断就是说 经济期稳的态势非常明确 就是说是稳的态势在持续 就是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 这是稳 第二个字我想讲一下近 近主要是 供景色结构性改革和转型升级 是在稳步推进 近度力度在加大 首先是从产业结构来看 刚才我发布的这些数据也讲到了 三产再继续保持较快发展 三产占GDP的比重 上半年达到54.1% 比去年同期提高了1.8个百分点 这个产业结构中间的 就是我们比较关注 这是实体经济 尤其是工业的 是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情况 上半年的情况是 高技术产业是增长数的 达到10.2% 占比是12.1% 比去年同期是提高0.7个百分点 第三个 就是第二个方面的近 我觉得是主要是需求结构上有近 所以刚才我就讲到了 就是这个三大需求中间 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 73.4% 比去年同期是提高了43.2个百分点 那么我顺便也再 把其他两个需求的贡献率也再讲一下 固定资产投资 这是资本形成的 它的这个贡献率是37% 进出口服务和货物贸易的 这个货物和服务的进出口 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负的10.4% 所以这三大需求来看 内需人事支撑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 决定因素 消费 而且是这个贡献是在提升 从区域结构来看呢 我们觉得就是说 中西部地区的后发 有时还是在继续发挥 刚才发布的数据上 工业的增加值增速 中西部地区普遍的要高于东部 也高于平均水平 投资也是这样一个情况 另外就是一带一漏 这个经济 长江经济代 这三大战予也是在稳步推进的 另外从近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是最明显的 还有一个表现 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落地 三区一降一补 五大任务 应该是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从去产能看 煤炭产量是下降到9.7% 钢铁下降到1.1% 从库存情况来看 过去四个月 方地产的库存是减少了 2100万平方米 从去杠杆的情况来看 这个是资产的负债率 规上工业的企业资产负债率 下降0.5% 从这个降成本的角度来讲 企业的这个每百元的 这个主因成本 是若有下降的 因为从不单板的角度来讲 就是因为基础设施投资在加快 同时尤其是农林水 还有抚平 另外有科技 这些方面的一些领域的投资 继续保持加快增长 所以从这些数据来看 我们觉得中国的经济 结构调整是在稳步推进的 而且是力度是在不断加大的 第三个字我想讲一下 就是新 新的话主要是新经济发展的态势良好 新的动力在成长 那么从新的企业主体来看 今年以来继续保持了去年以来的 大幅增长的这样一个趋势 上半年是工商局的有个数据 新增企业主体是增长到28.2% 新增的市场主体 其中是企业主体 每天增长是1.4万户 比去年1.2万户又有提升 从新产业的情况来看 前面我发布的一个数据 高新继续产业继续在加快 我们还有一个指标叫 战略性新型产业 二季度增长的是11.8% 比一季度 一季度增长10% 加快了1.8个百分点 另外从新的液态和新的商业模式来看 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刚才发布的网上零售额增长是28.2% 另外还有一些新的商业服务的模式 像网络油车 在线的教育 医疗这些方面 各种的一些新的商业模式 撑取不重 新产品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 所以我们从这些情况来看到 新经济是在加快增长的 第四个字我想讲一下好 好主要是表现在经济运行的质量有所改善 有所好转 好的因素在累积 首先就是说 刚才发布的说句 还有一个单位GDP的能耗在下降的 这意味着中国的就是说 发展的方式有所好转 另外就是工业产品的出场价格PPI 降幅是在收窄的 连续六个月在收窄 这样来讲有利于就是说是市场环境的改善 也有利于企业的利润的提升 所以一至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6.4% 尽管月度的增速有所回落 但是比去年同期有明显的改善 去年的很多月份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是负增长 另外这个社会视野各个方面也得到了较快发展 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 我们感觉的是说中国的经济 总体上是稳中有进 稳中有好 稳中有心 但是我们也是从上面的情况来看 觉得经济运行中间 也是稳中有油 稳中有蓝 这就是最后一个字 我要讲的一个蓝 蓝我觉得主要是表现在两个层面上 一个层面上是从国际环境来看 国际环境仍然是复杂严峻的 这个世界经济复收 不给予其 贸易持续低迷 而且就是说是 经济运行中间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加 包括最近的英国的脱欧公投 实际上是增加了世界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 所以外部的环境 感觉的是比较难 从内部来讲 中国经济正处在结构调整的 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 调整的阵痛还是在持续 尸体经济运行还是比较困难 另外宏观调控的两难和多难的问题 有所增加 所以整个的形势 上半年来讲还是比较复杂 所以困难还是很多的 而且经济是个下行压力 有所加大 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艰难的局面 中国经济有上半年 能够交出这种稳定增长 稳中有进的这样一份搭卷 我觉得是应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 所以从下一步情况来看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继续的振奋精神 坚定信心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 坚定不移的推动 供给社结构性的改革 大力推动大动创业万种创新 积极培育新的结构性 经济结构和壮大新的发展动能 力出经济稳中向好 这个是我对上半年经济的一个 基本的看法 谢谢你 请继续提问 请第二排这位男记者提问 谢谢凤凰卫视记者提问 想问的是 您是哪家媒体 凤凰卫视的 想问的是 统计局最近公布了 关于GDP的核算方式的一个改变 这个对这次数据得了影响 然后也有一些外界分析认为 是这样的核算是将这个数据 整个扩大了 如何去看的 谢谢 谢谢你提问 最近我看说 大家对国家统计局 前不久发布的将RD 也就是研发投入 据GDP这个核算方法的改革 报道很多 总的方面 大家还是积极肯定 就是国家统计局 这一重大改革 包括这两天 我们也楼序收到 国际组织的一些来函 可以说是像 联合国统计委员会 还有国际货币经营主持 统计部的一些负责人 给我们国家统计局来函 也是表示站长 并且积极支持 关于就是说将RD 基于国民经济核算 GDP的这样一个重大改革 这实际上是一个制度性的安排 事先的一个制度性安排 近几年 随着联合国公布了 就是SNA2008 在新内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后 国家统计局一直是在 积极研究 国际上的一些标准 也经常在准备 就是说跟国际标准接轨 所以加大了改革创新的力度 再加上这几年 国家尤其重视科技发展的 这样一个科技创新 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的落实 推动大农创业万农创新 所以为了更好的反映 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也为了跟国际标准接轨 是做到国际比较 真正的做到国际比较 所以国家统计局 加大了这方面改革的力度 并且于上半年 推出了新的和善方法 7月5号 我们召开了媒体通计会 并且向社会公布了 和善方法的一些结果 并且修订了1952年到现在的 国民生产种植GDP的数据 从这个数据来看 创新 尤其是研发投入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是在不断提升的 但是这是 对增长速度的影响幅度 并不大 因为每年的创新 它都有这样一个成果 所以每年的GDP的总量 都有点调整 那么从过去十年来看 我们所计算 研发投入 这一项对GDP增长的 增速的影响 只有0.06个百分点 很低 那么从今年上半年的情况来看 就是说研发投入这一项改革 对GDP增速的影响 初步核算下来 只有0.02个百分点 这个0.02个百分点 就是说是把它扣出 也不影响 一季度 二季度 上半年 增长6.7% 这样一个经济的走势 所以我们觉得 这项改革是成功的 另外这项改革 从长期来看 既做到了国界科比 更重要的是 有利于推动 国内的创新活动 有利于推动 就是说 这个各地 加大研发和创新方面的投入 谢谢您 好 请继续提问 今天有很多外国媒体在 大家有没有问题 要问 第一排路透社 你好 我是路透社 就是问一下 这个民间投资的这个增数 上半年又回落到了2.8 可能又是我们 比较低的一个情况 尽管政府现在我们一代 要强调采取措施来 提振这个民间投资 但是好像效果并不很大 您解释一下这个原因好吗 谢谢 谢谢你提问 对 从上半年情况来看 民间投资增数 还是在继续回落的 一至六月份增长2.8% 比一至五月份 又回落了1.1% 1.1% 民间投资增数 只有 我为什么会回落 从大的背景来讲 我觉得还是 跟整个经济结构的挑战 是有关系的 因为中国经济进入转型阶段以后 发展转型发展新阶段以后 这个传统的行业 由于产能过剩比较严重 所以需要进行市场出清 这个传统的行业的投资的 这一种市场的环境 由于PPA工业品质区上价格 是在持续走低 所以大家的投资积极性不高 从这个层面上来讲 因为民间投资中间 50%左右是制造业投资 所以再加上市场环境偏紧 所以企业投资意愿不强 这个是民间投资增速回落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另外的原因就是 上次国务院九个洞察组 对全国各地调查中间也发现 确实有一些地方 存在着 对民间投资进入 准入门槛 过高 改革不到位的情况 还存在不少玻璃门 弹簧门 就是民间投资愿意进 但是由于这些门槛的限制 所以也是不利于民间投资的增长 第三方的原因是 跟民间投资的资本的融资有关 民间资本很多都是一些小企业 存在着贷款难 贷款贵的这些问题 所以多种原因结合在一起 那么是影响到民间投资增速 这样一个的调整 但是我想强调两点 第一点就是说 这样一种调整 从大的背景来讲 我们觉得就是说 是跟大的产业结构调整 这样一个大背景是相关联的 所以实际上增速的调整 既是结构调整的反应 同时反过来讲 是也有利于 全通产业的这样一个调整 这是一点 第二点我想着重强调的事件 有一点是 尽管投资增速回落 尤其是民间投资增速在回落 整个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 是在持续优化的 也从产业结构来讲 虽然是二产的投资增速回落 但是三产的投资增速 还保持两位数的增长 第三产业投资 我刚才发布的设计中间 是增长11.7% 占比是继续提高的 这是一个 第二个来讲 就是从产业资本投入来讲 高技术产业投资 这个高技术服务业的投资 增长速度是加快的 而且保持交购的增长速度 因为高技术投资增长速度 上半年是13.1% 高技术服务业的投资中间 你比如像其他服务业的 里面有一项 计算机远见和信息 全需业的投资增长速度 达到22.5% 另外还有国家不胆板领域的 一些投资 像水利和公共服务业的 这些投资 增长速度达到26.7% 所以从这个里面的结构变化来看 我们觉得虽然投资增速回落 但是结构在继续优化的 民间投资中间的投资结构 也是在继续优化的 既符合结构调整的方向 同时也符合供给车结构改革中间的 不胆板的这项的要求 所以这我想这是第二点 我想强调的 最后一几点我想讲 虽然说投资增速在回落 但是一些先行指标 还是表现不错的 像固定资产投资的 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 增长额是25.1% 还是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另外近期市场环境有所改善 尤其是PPI的降幅在持续收窄 这一点对企业的利益有好处 同时也有利于刺激 或者是说吸引民间投资 因为市场环境好了 企业觉得企业的效益在改观 那么企业也有钱 也有积极性 去加大投资的力度 另外一点就是 大家知道前不久 在九个调研轴 完成对民间投资的调研以后 国院迅即出台了一个 关于进一步加强民间投资 有关工作的一个通知 7月1号正式对外发布了 那么这个投资 针对民间投资中间的 一些存在的问题和影响因素 提出了有针对性的一些改进措施 和具体的政策 那么只要加强政策的落实 再加上这个市场环境的变化 先行指标也不错 那么我相信民间投资 是有条件 继续保持 或者是说 这个曲线一种 期稳的这样一个态势 谢谢您 好 请继续提问 请第四排 就给你记者提问 谢谢主持人 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 我的问题是 近两年我们也注意到 服务业增长很快 是稳增长的工程 特别是其他服务业增长更快 那么有分析就质疑 其他服务业之中是有水分的 请问您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 另外刚才您也提到 我们的民间投资增速在回落 那这样一种 面对这样一种情况 其实国家也有一些政策应对 那未来这样一种回落的态势 在急稳之后 有没有可能出现转向的可能 谢谢 关于民间投资问题呢 我觉得你刚才问的问题 实际上我在解答 这位先生问题的时候 实际上已经 基本上是回答了 这里我想重点 就你谈到服务业的发展情况 及其相关数据问题呢 我想着重回应一下 服务业的这几年 确实发展比较快 而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是不断的提升 去年是服务业 占GDP的比重是第一次 突破50% 达到50.5% 今年上半年应该说 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 这个服务业的增长 第三产业的增长率是 也是引起了各方面的广泛的关注 但是我要说呢 就是说服务业在这个阶段 这两年 这几年保持较快增长 是有理由的 首先是服务业加快发展 是符合厂业成长规律的 从国际上的一般的经验来看 一般的是在工业化的中后级阶段 都会曲线服务业加快发展的 这样一个情况 因为工业的分工越来越细 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 是在不断提升的 因为这个时候呢 一般也是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 关键时期 所以大家对生活性服务业的需求 也是急剧高涨 所以这两点是共同推进的服务业 这个发展的速度在加快 比重在提高 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 目前发达国家的服务业 在GDP占比基本上 都是在普遍都在70%以上 有的甚至高达80% 所以我们国家呢 进于这个转型阶段以后 曲线这样一个现象 我们认为是符合新常态发展的规律的 这个是这个一点 第二呢就是说 这几年中间 党和政府是重视服务业的发展 因为工业在调整 要保持经济稳定增长 服务业是一个重要的抓手 所以政府是加大了对服务业的引导 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应的文件和政策措施 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些政策实施的效果是明显的 所以共同推动了服务业较快的增长 所以它是有理由的 第三呢我想强调一下 就是说服务业的发展 是跟相关的指标是配套的 因为我们也非常注重提高数据的质量 就是说注重这个服务业 这个要使它更好地反映客观实际的情况 那么几大指标 我给大家足几个数据 从发电量的情况来看 上半年我们是工业增加值增长7.5% 占基地率的比重是 54.1% 提高了1.8个百分点 那么从发电量的情况来看 上半年发电量 第三产业的发电量 服务业的发电量增长是9.2% 比全社会的平均用电量 提高了是高大概6.5个百分点 另外对增长速度 比去年同学是加快1.1个百分点 这是从发电量的情况来看 从投资情况来看 刚才我也谈到这方面的数据 上半年服务业投资的增长率 是11.7% 占整个全部投资的比重是57.7% 而且三产投资的比重 比去年同学是提高了1.4个百分点 外商投资这几年情况之间 我觉得有一个新的特点 以前外商的投资 主要是投工业项目比较多 但是这两年投服务业的比较多 你看今年上半年外商职业投资 实际的投资中间增长 总的服务业的投资增长是8%左右 比整个的外商职业投资增长高 将近三个百分点 而且就是说外商投资的比重中间 70%左右是投向服务业领域 这是从外资的情况来看 还有一个指标 我给你们讲的就是从税收 大家有很多观察统计指标 要看税流是要交税的 要看税收情况怎么样 那么上半年三产的税收的增长 速度是10.9% 上半年税务部门收的 整个的税收收入增长是6.8% 所以你可以看它高了4个百分点以上 另外在税收的比重中间 也有一个数据 就是说三产所占的整个税收的比重是58.2% 比去年同期是提高了1.7个百分点左右 所以这个你可以看 它也是跟服务业的走势是相比较的 还有一个就业人数 就业人数我们自己有个劳动力调查数据 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的 规模以上所谓大企业的 从业人员中间下降是1.2个百分点 因为结果的调整工业中间的一些 一些去产能的行业 就业人数有些下降 但是三产的就业人数 就是规模以上的三产的就业人数 是增长了3.2 所以从这些指标 大家可以看出来 整个服务业的相关的指标 和服务业增加值增长数是非常匹配的 第四点我想说 国家统计局是高度重视服务业统计工作 这几年我们是加大了改革创新的力度 建立了规模以上服务业的联网直播制度 有些互联网 有些大企业直接给国家统计局报数据 同时我们又建立了小的服务企业的抽象调查制度 另外我们还跟相关那些部委在合作 他们给我们提供行政纪录的数据 所以这些数据综合在一起 有利于服务业的有一个科学和善的基础 关于刚才讲的现代服务业 现代服务业中间就是说 实际上这两年设施增长的比一般服务业还要快 因为现代服务业中间它是主要是揽阔的 是一些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这些服务业 你比如说有刚才所提到的信息 全须和远见服务业 有商务和棕林服务业 有文化 影视服务业 还有体育 还有养老 健康 这些幸福产业 包括有九大行业 我记得 包括有九大行业 那么这九大行业中间的 都是符合产业分升级的发展方向 也符合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方向 所以他们发展的快一点 也是很有强支撑的 相关的数据也是比较配套的 因为我看到有些数据 比如说信息和远见的继续服务业 投资增长22.5% 用电量增长将近15% 税收增长到39% 所以它这个营业收入增长相对快一点 是有很强支撑的 所以我觉得社会上也有一些 尽管我看了一些报道 提出了一些质疑 但是我觉得它如果要真正的 也要了解统计的一些 数据的一些制度和 合上的一些基础的话 我觉得这些方面 就是说就会 一语都会打消 当然这对我们 也提出了新要求 就是统计局怎么样进一步 加大数据公开和透明的力度 透明的力度 谢谢你的问题 好 请继续提问 请倒数第二排那位女记者提问 谢谢主持人 我是中国新闻社记者 我想问一下 近期这个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讲说 统计局正在开展这个新经济的调查和核算 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什么时候能公布调查结果 然后这个新的变化对GDP的数据 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然后是我想问一下 影响中国的近期这个28个省的这个洪灾 对GDP的等一系列经济数据 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谢谢 谢谢你 对统计局核算制度的一些关心 我想回答你那个水灾的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相对简单一点 所以最近呢 这个洪灾灾害 是吧 拼发多发 设计面比较广 因为今年呢 确实气候上 我们感觉到有些反常 激单的这些气候天气有所争夺 那么这一次的洪灾灾害呢 具体的一些成果啊 包括一些就是 它所影响的程度啊 我们还没有数据来监测 但是我们呢最近在加大对要求各地的统计系统调查部门 加大对这方面的这个观测监测的力度 但是具体的情况呢 还难以汇总成一个总体的一个影响的程度 但是从各方面的报道情况来看 从我们所了解的一些调研所掌握的一些情况来看呢 就是这次洪灾灾害 胆期来看还是对生产 人民生活包括这个环境呢 保护啊等各个方面 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应该说胆期来讲 是对这个受灾严重的这些地区 是有些影响的 但是呢这个从中长期角度来看呢 因为轰到灾害呢 它是影响还是 有些的影响是容易恢复的 你比如说大家所担心的 这个蔬菜价格是不是会上涨的问题 胆期来讲它是 这些地方是吧 肯定是对蔬菜的生产是有供应呢 也有些影响 价格可能会有些上升 但是这些现在因为天气比较 是吧 这个暖和 再加上蔬菜的生产季节又比较短 那么洪水退去以后 灾区人民是吧 这个重视生产 恢复性生产 很快就可能就是把这个 蔬菜的供应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 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是吧 有一些问题呢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讲 是有些压力 但是呢 灾区是吧 洪水退去以后 各地可能加大灾后重建的工作 那么对投资 也属于可能是有些正的拉动 当然我并不是说 这把洪涛灾害以后 对经济增长是有好的 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说就是说 要评价一个灾害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要从多个角度出发 要加大对各个方面的这些 坚持和苹果的力度 当然统计局也有这样一个责任 这是我最后一个问题的回应 那么关于就是新经济统计这个问题呢 我想讲这么几点看法 首先一点就是说是 新经济 监察新经济 反映新经济发展状况 是统计局义不拥辞的责任 近两年来讲 新经济发展确实是比较快 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中国 所以各个国家政府都非常重视 新经济的培育和新经济的发展 那么我们国家也是高度重视 加大改革创新 加大创新的力度 所以以新产业 新业态 新产品 这些为代表的新经济 发展非常快 发展非常快 那么这些新经济的成长 应该说减缓 尤其是对冲工业调整的下行压力 对推动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对保持中国经济稳定增长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们有责任 把这种新经济的情况搞清楚 要把新经济的体量有多大搞清楚 要把新经济增长的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搞清楚 以更客观 减确的反映 新旧动能转化的情况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想讲就是说 国家统计局这几点是 维持加大了改革创新的力度 我们先后建立了 跟三星统计相关的一些制度 你可以说是 高新技术产业的统计制度 电子商务 还有网购的一些统计制度 所以相关的一些经济活动的成果 我们是尽可能地在GDP核然中的反映 那么在过去这样一个改革的基础上 我们今年是又进一步加大改革创新的力度 所以我们在总结的经验的基础之上 形成了一个三星产业新业态 新商业模式的 我们叫三星统计的一个调查制度 这个制度实际上是包括 目前新经济所涉及的 不干说全部领域 所以绝大部分领域应该都包括在里面 里面有说高新技术产业 战略性新型产业 这个高技术服务业 另外就是说是互联网金融 这个科技孵化器 还有这个重创空间 就是创业创众筹或者这些空间 另外还有就是说是城市综合体 还有各地的开发员区 我们先把这些情况都给它收集上来 所以我们把这些 就是说叫一个三星统计调查制度 这个制度是4月份 国家统计已经下发的各地 按照我们原来初步的想法 今年7月底 能够希望有初步的数据 能够上报上来 所以我们加大了改革创新的力度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我想说就是说 我们搞三星统计对它制度 不是另搞一套和善制度 也更不是为了把GDP做大 它是跟现有的和善 GDP和善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所谓联系因为是三星统计 是经济活动中间的一部分 它自然是GDP和善中间的一部分 所谓区别的话就是说 三星统计跟GDP和善 它是有些活动方面也是有差别的 你比如说GDP和善 它是要建立在市场交换 就是价值量的和善基础之上 三星的统计中间就是说 凡是有价值和善 交换和善的这些活动 都应该在GDP和善中反映 但是有些活动是没有交易量的 就是说这个货别价值交易量的 那可能就是说三星统计反映 但GDP里面它可能就是基于不进去 你比如说现在互联网上 我们网购 有些互联网做出的广告是免费的服务 那些新经济中间可能要反映在我们的情况 但是和善中间 它是按照现在和善的总的原则的要求 你不进行交换 这些暂时是不拉进去的 所以它是有联系的区别 但是三星统计 我们现在我刚才讲绝大多数的由交易活动的这些三星统计活动 都已经反映在现在的GDP和善中间去了 只不过是由于分类的问题 我们就是说现在还难以给它称在一些差别 这主要是由于我们现在就是说 一个是混合经营越来越多 另外一个我们现在有的统计制度是按法人单位统计的 按举因收入来归类的 我举个例子来讲 假如我们有一个大的钢铁企业 钢铁企业中间 我们现在大的钢铁企业和铁集团 它不仅光是生产钢铁 它可能还有它的研发中心 有它的物流中心 还有它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可能是新经济活动 那么有些的这个研发中心 它不光是满足于本企业 它可能还满足于对社会开放 那么从我们的报表合计角度来讲 我们现在就是说主营是什么行业 它就归到什么行业 主营是钢铁 它就可能归到了钢铁 那么相关的一些经济活动的 一些价值量的和善的成果 都归到这个行业中间去了 没有给它区分开来 那么我们现在搞的三星统计调查 就是想保这些活动 就是说是有一些是 该拉一个GDP核散的 还是造成拉一个GDP核散 但是有一些的活动中间 我就可以通过增加一些标识 给它定一个标准或者范围 它就可以在这里面 就给它反映出来 所以我们将来的目标 就是能够争取做到 这个刚大的基建中间 哪些是主业活动产生的 创造的价值 哪些是新经济活动创造的价值 所以它们之间不是要把新经济 价值增加上去以后 加到GDP上的问题 而是怎么样保证里面的结构 边界 内涵和边界 搞得更清楚的问题 所以这我想是给大家强调 总统强调了一点 最后一点我还想说一点 因为三星统计确实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据我了解 现在关于三星统计 国际上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和概念 所以要给它搞清楚 确实很难 因为再加上三星统计变化快 涉及的领域各个领域 既有新经济领域 又有新技术 向传统领域生透的这些经济活动 所以比较难 但是国家统计局 现在搞得三星统计的调查制度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带有很强的探索性性质 所以对将来的数据和成果 我们会进一步加大来研究 但是我们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 国家统计局就是说 加大制度改革创新的力度 尽可能准确全面地反映三星经济活动 以及新动力成长情况 这样一个方向是坚定不移的 所以我们希望在这种现有的调查基础之上 不但地总结经验 不但地吸收国外的一些研究成果 来推动我们三星统计的完善 也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谢谢大家 时间关系我们最后两个问题 两个提问机会好吗 好 先第二排这位记者 刚才已经举过了 谢谢主持人 我是美国国际市场新闻社的记者 我想问一下 您刚才说 其实下一步呢 咱们要坚决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的各项决策部署 要适度地扩大总需求 那么咱们在 适度扩大总需求这方面面 这些什么样的措施 这些措施的会掌握在什么时机实现出来 谢谢 谢谢你提问 首先我想讲的就是说 适度扩大总需求 坚定不移的推积供给财机构改革 我觉得这是党中央国务院 对当前经济工作的一个基本的政策取向 这个是在我们的经济工程会 政府工作报告 都有明确的提法 这是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 适度扩大总需求 我的理想是 关键点还是继续保持 这个政策的连续性和一定性 继续实施积极其的财政政策和稳定的货币政策 这个我觉得也是很明确的 具体的一些政策上的一些建议 到底是什么时候出差什么政策 我想这些方面就是说 你咨询相关部门可能是更合适 谢谢 最后一个机会我们留给外国媒体 请第四排这个记者 谢谢 我的问题是关于贷款 您报一下 对不起 我是金融事报的横碧如 关于贷款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洋企的贷款的特别严重 那个煤炭行业好像更严重 然后民营企业还面对那个非银行贷款的高利息的问题 您怎么分析这些贷款的问题会影响下半年的GDP的增长 再有一个问题我听说 那个金融行业是站在服务行业的20% 你能不能承认这个是不是对了 然后如果是对的话 贷款率如果下跌的话 会不会影响那个服务行业的增长率 谢谢 谢谢你的提问 首先我想回答你金融业对GDP的影响的这样一个问题 大家也很关注 从上边年的情况来看 金融业对GDP增长的贡献是在下降 下降的 上半年金融业在GDP的 上半年金融业不变价的增长速度也是6.7 6.7 比去年是有明显的回落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 去年股市应该是增长量比较大 再加上今年的M2的增速 也是比去年是有回落了将近两个百分点左右 所以金融业对GDP增长的贡献是有所回落的 增速也是有所回落的 而且它的贡献率并不像你所说的 达到20%的高速度 今年上半年金融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在9%左右 相信的一些数据 我想估计是发布会之后 我们相关的专业师会把结构性的数据 会加载到我规刀统计局的数据发布库上 您可以去参考 这是对你第二个问题的 我先回答一下 第一个问题关于就是 央企的贷款和民营企业贷款问题 这里面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现象 中央企业由于它的担保 是比较扎实 所以央企呢就是说更容易获得一些贷款 所以在这个结构上 贷款结构来看 上半年央企的增长速度 贷款的增长速度 投资的增长速度 贵有企业的 贵有困股的投资增长速度 都明显的要好于民企 民企呢就是说 刚才我谈到的一点就是说 一方面是民营企业本身 有很多企业是小企业 存在着担保不足的问题 另外一个呢 民营企业现在呢 它本身投资中间呢 有50%左右是制造业 那制造业的现在目前的市场环境 确实是因为在区的调整过程之中 所以企业的这个 对企业的扩大投资的 这个积极性是有些影响的 所以这个贷款呢 确实是存在着 民企贷款不足 或者是贷款贵贷款难 还有这样一些问题 我想告诉你的事呢 就是说相关部门 已经是说充分认识到 这样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也在加快 这个政策的改革的力度 你比如说货币政策 在保持稳健的同时 事实上是在加快了 这个相机调控 结构性调控 精准调控 这些结构性调控的一些措施 有针对性的来引导 贷款或者是信贷 基于实体经济这个问题 所以我相信 就是在这些政策的引导下 通过结构性的改革 尤其是加大供给社结构性的改革 加大归有企业的改革 这些相关的改革的措施 配套以后 这些问题我觉得会得到 妥善的解决 具体的情况 我觉得你咨询金融部门 可能比我了解的情况更多 谢谢你 时间关系 今天还有很多记者 没有得到提问机会 也欢迎大家会后 和统计局的新闻办联系 还寻求您希望得到的答案 谢谢盛司长 谢谢大家 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权威发布 稍后是中国新闻 感谢观看